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什么呢 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在过气的一年多 在这里在永平奔真种种的这些的服饰 特别是抢救这些老人家 然后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火带到吉隆坡 一起说圣祢的火 所以我们看到当神的儿女神的教会 我们不断的被神来装备 不断的操念不放弃 神会自己来提升我们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心意肯定就是 让我们可以造就祂的家 一起说我们可以造就神的家 所以那一天我们很感恩 我们就是平信心的跟他们配搭一起 然后我们带住他们大概13个人 加上我们14个人 一起去外面一家一家的 去分礼包 50份礼包 有20多个人一起去发送 去传福音 然后那天呢 神很恩待我们 信实的神 你说神是信实的 总共呢 大概有17位的新朋友 在这样的一个热灵关怀战 被邀请来到 哈利路亚 大把荣耀归给神 一起说神是信实的 然后我们看到真的 第一次热灵关怀战 我感觉好像是在我们原本的很熟悉的地方 而且他们的弟兄也蛮积极的参与 包括他们的环传道 夫妇俩 他们也真的就是 愿意看到在吉隆坡也能够更加的复兴起来 所以我们还没有决定之前 还没有完全跟他谈之前 他就说 你们的团队5月25号再来第二次热灵关怀战 所以刚才看到那个字有没有 神你要不要去参与 然后告诉你各一天刚好就是我们的 灵修营有没有 所以那些如果参与的人呢 我们会提前一天到吉隆坡 然后各一天才去营会 所以这是什么呢 你说神扩张我们的境界 好我们一起来领受这四个 阿爸天父 来一起说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 我相信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真正 有影响力 坚持有能力的一个神幕后的精队 或者神的一个的教会 我们一定要领受父的爱 一起说我要领受父的爱 因为基本上很多的家庭 可能没有好的父亲 或者可能没有常常在家中的父亲 因为父亲总是比较忙碌 常常呢父亲也可能是比较严肃 或者可能有些父亲 因为各样挑战 比较不会沟通 所以很多的孩子 包括我们可能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 从小并没有在正确的父亲的影响 教育里面长大 所以我们总会觉得好像切施了什么 其实今天我们要明白 天父的爱 他要临到我们的生命 好属我们在这爱中呢 我们是一个有信心 有被肯定 甚至不会一直活在这种的恐惧的一个生命 跟你别说你是天父的宝贝 我们现在一起领受 感谢主 蛮有怜悯的父 我们感谢你 在今天晚上 用你的大爱充满我们 我们谢谢你 天父 你满有怜悯 满有慈爱 狂恕的恩典 一只 十方 往手 紧紧拥抱我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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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 阿爸 天父 从我心深处 求你 明知 打开心门 领受你的爱 你是最爱 你是最爱我的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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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 阿爸 天父 从我心深处 求你 明知 高级双手 领受你 领受你 允许 阿爸 天父 一起来唱 阿爸 天父 阿爸 天父 他就是我们的阿爸 父 阿爸 天父 每一个人你都是 他宝贝的儿女 从我心深处 求你 明知 打开我们的心门 打开心门 领受你的爱 你是最爱我的 阿爸 是 大家还是的心来唱 阿爸 天父 阿爸 天父 从我心深处 求你 阿爸 高级双手 领受你 应许 阿爸 天父 我 承 阿爸 天父 再次 使得领受 他的爱 阿爸 天父 阿爸 天父 从我心深处 求你 明知 明知 打开心 什么领受 你的答案 领受你 你是最爱我的 阿爸 你是最爱我的 阿爸 父 阿爸 天父 阿爸 你 明知 高级双手 领受你 应许 阿爸 天父 我真爱你 音乐弹子 我们闭上眼睛 今天阿爸 父要告诉你 你是我的孩子 当你还在妈妈母父的时候 我已经认识你 你是我所捲选的孩子 你来到这世界 绝对不是偶然的 因为我捲选你 因为我知道你 我认识你 父我们谢谢你 让每一个你的恶女们 在今天晚上 先来领受你的大爱 因为有你天父的爱 可以完全的医治我们 释放我们 从前 我们所受的一切的苦 把我可能没有肉身 正切的父亲 好的父亲 或者仍然有软弱的父亲 任何的伤害 今天父啊 你的爱 医治你的儿女们 让我们更要领受 这个孩子的心 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里面 有着儿子的灵 在今天晚上 好 说我们这一生 真的就能够 成为有儿子的 真正的安全感 有儿子的信心 有儿子的眼光 有天父孩子 那一种的生命力 因为我们 要成为 你的代表 我们照亮 更多失散的儿女 耶稣啊 我们在这里 谢谢你 谢谢你 大大的充满每一个人 接着的话语 更让我们知道 今天我们都能够 称你为阿爸父 都能够活出 你美好美好的旨意 我们这一生 不会浪费 我们这一生 是绝对 可以活出 你美好的应许 因为你何等 爱每一个人 你已经为 每一个人计划 你前面的道路 天父已经为你计划 你不需要担心 把你的生命 再一次交给他 父啊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不好 一起说 感谢爱我们的阿爸父 谢谢 敬拜团 今天我们的意向 我们知道其中一个 就是主耶稣 基督的精兵 我们知道精兵呢 绝对要知道我们的身份 一起说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 精兵也需要知道 你为什么要打一场战争 对不对 每一个的军队里的一份子 他一定要清楚 一个都不可以迷失 有一个人 如果他是某一个军队中的一份子 他不清不楚 他会暂时在战场 或者他也会拖累整个的团队 就像耶稣的时代 当他们要打败这个哀臣 有一个人叫亚干 他呢 没有照上帝的吩咐 收了该毁灭的东西 就因为一个的人的差错 或者没有顺服上帝的命令 整团队被一个小小的哀臣打败 所以每一个军队里的一份子 神的教会就是军队 而你们在任何的一个神的家 他是其中一个的军队一份子 他需要知道那个的目标 所以为什么每年我们有异象 或者神的会带给我们知道 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 而且什么呢 一起说带来合一 我们需要有合一 合一不是只是一起做同样的事情 合一是因为我们同信一位神 一位主同有一位圣灵 同信靠这位天父 而且我们更重要明白 祂的话语 祂的旨意 所以我们就能够合一起来 就像我们到任何国家 任何地方 任何教会的服事 真的我们真的经历到 神的儿女们都同样信一本圣经的时候 同一个真理的时候呢 没有关系 不同语言 就像早期我们常常到巴丹 虽然他们是讲印尼话的 或者我们到中国文化不一样 包括他们的聚会的形式 可能有些不一样 但是因为我们同信一个神的话语 同信为主 我们就可以合一起来 包括彼此的配搭 包括上个星期我们在吉隆坡 我们可以年长的方面 妈妈可以带着年轻人 一起去传福音 所以不分年龄层 看到吗 所以非常美 然后最终呢能够一起完成任务 一起说我们要同心可以完成神的任务 所以神的儿女们教会呢 意思说我需要知道自己的身份 我发觉何一会受到拦阻 当神儿女们不清不楚 自己是谁 只有我们在基督里不断的被更新 就像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成员 他不肯定自己是家中的孩子 他可以常常不回家的 他可以不帮忙做家务的 他认为他是外人 他认为这个家的生死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可能他也不会帮助家庭的需要 他只为自己赚钱 只为自己而忙碌 有没有这样的儿女 有的 可能有一些关系的冲突 造成这个孩子都不回家 造成这个人都不理家人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这世界 很多人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身份 我们将会迷失 我们将会浪费很多时间 所以我们要成为神的一个的 儿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很重要 我们能够成就父的旨意 一起说需要成就父的旨意 神的教会我们不是成就个人的旨意 神的教会不成就自己的欲望的旨意 也不成就自己的野心的旨意 也不成就只是符合世界人需要的旨意 我们怎样帮助这世界的人 怎样的传福音 怎样的造就更多生命 各样的事工各样的社工 最重要是什么 成就父的旨意 意思说最崇高的就是父的旨意 因为他代表全病 他代表神的那个的权柄 代表他创造的目的 代表他赐下的这个的恩义 为什么呢 上帝告诉亚当 你要管理这世界 你看到当亚当是要犯罪过后 他们失去了管理权 所以世界就开始乱了 世界就很容易进入各样的罪恶 带来的伤害直到今天 国打国民打民没有停止过 甚至是越来越严重的 所以现在弟兄妹 神的教会 我们能够影响社会 影响我们更多的 还没有认识主 或者仍然没有活在神旨意的朋友呢 就需要我们这个人 能够认清我们要来成就父的旨意 来一起说我们要一起成就父的旨意 所以今天晚上呢 一起说阿爸父啊 你看牧师的手这样继续来 你要继续来 阿爸父啊 孩子愿成就你的旨意 来你们一起比 一二三 阿爸父啊 孩子愿成就你的旨意 再多一次 阿爸父啊 孩子愿成就你的旨意 最后一次 阿爸父啊 孩子愿成就你的旨意 我相信阿爸父说 我听见了 我告诉你 我相信 我们的阿爸父 我们的神 最开心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孩子 要来满足他的心意 所以你看到吗 当耶稣受洗那天 他上来的时候 圣灵如鸽子将在他身上 他就听见父跟他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许业的 为什么天父会要在众人面前 或者让耶稣听见 你是我所爱的 我许业的 也就是父肯定儿子 肯定他的权柄 肯定这个身份 耶稣还没有服侍人之前 耶稣还没有被各样的挑战面对之前 甚至还没有传福音 还没有上十字架 非常困难的一个人任务之前 天父都要让他知道 你是我非常肯定的孩子 所以今天天爱弟兄姐妹 神当我们信耶稣 其实他会让你知道 你是谁 可能我们都是之前 都是觉得 好像是一个属灵的孤儿 我们没有方向感 很容易随波逐流 或者是我们 很容易受到人的祸受伤 可能我们因为没有成长过程 跟我们祷告什么 没有一个正切的父亲的一个教义影响 所以跟你个别说 弟兄的弟兄说呢 如果是他爸爸你说 你是非常重要的 真的做爸爸非常非常重要 你们代表着父在这个家庭里面的 一个的形象 一个的造就性 所以很多的父亲坦白说 以前牧师曾经埋怨谈爸爸 我觉得你不会帮我们做决定 你总是让我们自由决定 但是我们实在不会决定 所以有时候我们做错决定的时候 会验他 会埋怨他 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做 为什么 他八岁的时候 爸爸就不在了 爸爸就过世了 因为日本战争 然后呢 他是村长 就给那个游击队捉走了 以为我的公公是叛徒 是日本走狗知道吗 就这样被捉走 一气不回头 所以父亲从小八岁就没有爸爸的 所以他也不知道怎样做一个爸爸 当然我的父亲他没有很坏 但是他就是比较温和派 比较没有太多主义 比较没有决定的这种想法 他就让我们可以自由 但是他非常非常的爱我们 愿意用劳苦服侍我们 有时候载我们 驾着他的那个老铁马 不是摩托 是什么 脚踏车 很大辆的小踏车 然后前后 前面两个后面两个 这样的你知道吗 就再再再再去看戏 在笨针 然后去哪里走走 他是这样的 他很爱孩子 他常常买香蕉回家 常常买榴莲回家 所以父亲非常喜欢吃水果 传递了给我 然后也三次吃水果 所以你看他妈 爸爸非常非常重要 他可以影响我们的性格 他可以影响我们的成长过程 但是如果今天 如果你肉身的父亲 真的没有很好的照顾到你 我们不要再遗憾 不要再怀恨 好不好 鼓励哥必得 炎量你的肉身的爸爸 因为他肯定也没有正确的 被教育到 除非他从小有非常好的父亲 所以当我明白了这一点 我不再埋怨我的父亲 因为他也是不知道 怎样做一个父亲 因为没有正确的父亲的教育之下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 我们要在今天的聚会里面 真的 我们要成为一个 为什么放阿爸父 我可以放很简单的一个主题 父啊你的旨意成就 但是我祷告里面觉得 我们要恢复的是什么 一起说阿爸父跟我的关系 我告诉你 当你讲父啊跟阿爸父是不一样的 等一下要跟你们讲 当你知道你是孩子 跟你只是知道你是仆人 你是管家 是有不一样的 一起说关系不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要深深的来领受 当你在听到的时候 记住 你要敞开心 我相信呢 父的爱要在听到的时候 就医治你 就释放你 就让你得释怀 让你开始知道 原来父的爱 多么的让你不再惧怕了 好不好 好不好再轻轻的讲多一次 阿爸父啊 孩子愿你的旨意成就 我也要成就你的旨意 这要成为你今天回去记住的一个祷告词 天天起来 父啊阿爸父啊 愿你的旨意成就 也借着我去成就你的旨意 这样祷告 这是合乎真理的 所以一起说 父的旨意就是父的心意 要不要满足父的心意 就是父他要做什么 然后呢 要从哪里知道 一说从福音书知道 记住 耶稣讲过 你们看见我 就是看见父 我所做的 就是父所做的 有没有 我所决定的 就是父决定的 所以耶稣祷告整夜 他决定 牧养或者是栽培十二个门徒 虽然有一个要出卖他 他都会顺服父 去把这个人带到他身边 所以你看到吗 当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 他并不是有时候照着你要的 所以我们从耶稣所教导的 耶稣的行事为人 就可以看见父的属性 耶稣的谦卑 耶稣的忍耐 耶稣的付出 耶稣的怜悯 耶稣的宽容大量 就代表天父的慈爱 阿们 所以你要更加知道 父的心意 从福音书 耶稣的一切都知道 还有就是什么 整本圣经 神的话就是父的旨意 神的话从新一到旧一 就看见有 神的旨意的一切 所以你不要说 我不知道神的旨意 人生的每一个决定 每一个关系 甚至是你从小到年长 到最终回到神的国 在神的话语都有记载 所以都有神的旨意 当跟人的关系有问题的时候 神的旨意怎么说 我们就要去成就那个旨意 我们就在成就父的旨意 阿们 当你在做工事 你选了工作 圣经说我们要做正经的工作 我们就要去找正经的工作 这就是父的旨意 包括做父母亲的 上帝的话说什么 我们要照神的话 教养儿女 不要惹儿女的气 我们就要这样做 这叫做成就父的旨意 明白吗 包括我们在神的家的侍奉 圣经说我们要各尽其职 我们要彼此相爱 我们要照神给的恩赐 做百般恩赐好管家 这些都是父的旨意 我们若照着行 我们就正在父的旨意里面 然后呢一起说从圣灵而来 一起说圣灵让我明白父的旨意 所以你看当使徒行传教会 他们被圣灵充满过后 哇他们开窍了 一起说要开窍了 很多神的儿女们不开窍 不知道自己是儿女 不知道自己应当要怎样 和不要怎样 因为没有真正被圣灵充满 其中一个原因 所以当牧师还没被圣灵充满之前 我真不知道我是神的儿女 我坦白告诉你 我只知道我是基督徒 我不知道 我心中不知道 我的意念没有这种观念 我是天父的孩子 没有 所以我那时候祷告 从来没有讲阿爸父的 我只会讲耶稣 耶稣 耶稣这样 或者主啊 主啊 所以现在弟兄妹 如果你不知道 他是那位真的 何等要来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的天父的话 我们只知道耶稣 我们只知道圣灵还不够的 所以圣灵来 他要让我们知道 父跟我们的关系是如何的 圣灵来也让我们知道 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 那一个的影响和造就 所以圣经说 真理的圣灵是我们明白 所以为什么 耶稣升天之前 父啊 求你赐下圣灵 保卫师 来成为你的儿女人 信你的人 最好的老师 最好的朋友 所以今天圣灵能够 不断的 当他充满你 让他教官你 让他来更新你的时候呢 恩告你的时候 你就越来越知道了 你就不会怀疑 我真的是天父的孩子吗 然后你开始改口了 你的祷告会开始 第一句话讲什么 你会很亲切 阿爸 父啊 懂吗 我听很多人祷告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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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说我听见了 一直主罢了 但是如果今天你可以看到 神的灵在你里面 他会让你 阿爸 父啊 那一种的 肯定 那种的 而你的祷告 就不一样 好 我们来看 今天 接下来 来这个境界很重要 一起来读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这就是父的旨意 他要行在地上的重要性 所以为什么 耶稣教门徒们祷告 第一句话 我们在天上的父 为什么耶稣没有讲 你们要这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啊 没有 或者是 亲爱的 圣灵啊 没有 他说你们要这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因为什么 我们是 而你的心 跟天父在祷告 这是神的心意 这是父何等的 爱祂的 而你们的 一个的 神的话语的应许 所以当你说 父啊 因为你的国降临在这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你也旨意行在地上 你就正在跟 这位父不断建立关系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鼓励大家 常常用主祷文的祷告 如果你上多门徒课的 牧师会给比较细节性的 那个祷告文 每次同工们早上都祷告 当你每次讲亲爱的父 亲爱的父 亲爱的阿爸父 你会发觉呢 所有父所应许的 你会越来有信心来知己 一起说成为有信心的儿女 因为这是爸爸讲的 如果你的家庭 你是父亲的话 你讲一句话 OK 这次呢 谁考试呢 什么分数 你就得到什么奖 孩子考到了 爸爸你讲的 对不对 然后通常呢 太太会说 爸爸讲什么你就去听吧 爸爸比较全病 基本的 正常的 这个的父母的关系 正常的一个家庭的全病 所以爸爸讲的话 没有人可以改变 有没有 做太太的 做妈妈的 有没有这样做 你不要听我的 爸爸讲什么就听 就是这样 因为什么 全病 所以我们要回来 就是原来我们是神的儿女 所以今天弟兄 一起说明白父的旨意 当你明白父的旨意 他会影响你这一生 他会让你的祷告不一样 很有信心 意思说我需要有信心的祷告 一书五章十四十五节 说什么 我们若照父 他就是父的旨意求 什么 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他所存什么心 意思说坦然无忌 代表什么 免惊 跟你们说免惊 多么好 有时候你跟牧师讲话 都怕怕的 因为你跟牧师不能熟 就会怕牧师 对不对 但是不用怕牧师了 牧师是很亲切的 阿们 但是你跟神讲话 有没有很坦诚的 当然要礼貌 要坦诚 就是不害怕的 为什么 因为我是照他的旨意 跟他祈求 所以注意 祷告并不需要多少 照神的话 照他的意思 无不得着 既知道他听我们 一切所求的 一起说 天父一定听 所以你要不要 每一个祷告 神都垂听 要得几手 好 谢谢 这样你要不要知道 父的旨意 要得几手 放下 这样你要不要照 父的旨意 祷告的几手 好 放下 真的有这样吗 没有 我们都知道自己的 父啊 我就是要 我就是要 要什么 不合乎真理还要 我喜欢 我要选择这份工作 但是这个工作 让你不能来教会的 还要 有没有 我要赚很多钱 赚到钱呢 还是不要奉献 来求这么多钱 所以一起说 我们要明百父的旨意 不然真的是乱求 跟你们说 不要乱求 所以你要有真正的 求得到的应许 记住 越多明百父的旨意 越把神的话存记 越奏越想神的话 时时刻刻 顺境逆境 高山低谷 当你在任何经历 不然间圣灵会引导你 想到神的话 当你读圣经 照神的话 跟神讲 祂一定在那里 跟你讲什么 Yes 可以说 阿爸父跟你讲 Yes Amen 而且我相信 祂很安慰 哇 我的孩子懂我的心 我呢 不只要给他一个 所罗门知道 上帝的心意 他求上帝给他智慧 治理当时候的国 他是年轻的王 上帝非常许业 有没有 哇 这个孩子 真有我的心 我原本都要给他智慧 管理这个的 以色列百姓 他真懂我的心意 他就照这个球 所以呢 上帝非常许悦的时候 哇 你这家没亮亮 他就说什么 你不只我给你智慧 我连什么 财富都给你 所以你懂吗 今天跟神建立关系 他不是一种很 仪式化的 或者宗教仪式 它是一种关系 它是一个你去体会神的心意 然后你跟他讲 当然天父喜欢你跟他讲 就像父母亲 虽然你每一次都跟他拿 口袋钱 或者是父母亲总是会安排 一些的食物给你 煮饭给你吃 但是他更喜欢你什么 爸爸妈妈对不对 你孩子 你喜欢孩子跟你交流 妈妈你煮的东西很好吃 谢谢你 对不对 还是你喜欢一个孩子 吃吃饭 拍拍屁股 又回去房间 按电或按电脑 然后也不帮忙做家务的 这种的孩子 你会觉得什么 好像有时候 我看到我的大嫂 在喊孩子这样 吃饭了 没有人要理他 吃饭了 没有理他 哇 他就怎样呢 家里有个大人 他们有个零 因为他们楼上三楼 听不到 然后有时候下来说 大嫂就会骂了 就这样 所以坦白说 从这样的一个父母 跟儿女关系 可以看见什么 如果一个孩子 能够明白父的心的时候 真的 那个的祷告就不一样了 阿们 来一起说 我一定要明白父的心 好 今天我们要懂 我们要如何 才能够成就父的旨意 意思说 认清身份 和建立关系 所以今天晚上你要学会 到底 为什么我们要成就父的旨意 我不要不可以吗 我喜欢 做什么就做什么吗 我将来毕业 我想要读什么就读什么了 我照着我的兴趣 照着我的家庭的期待 而你父母对我的期待 我就做决定 是这样吗 如果今天我们信了主 真的 你还是照自己的 照世界的 照自己的感受形式 很抱歉 你会发觉 你是一个仍然来教会 但是是一个属灵的孤儿 有很多基督徒来教会 聚会很多年的 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孤儿来的 他仍然是一个不明白 父的心里的孩子 所以他人生有许多不该走的路 一直在走 跌跌撞撞 甚至是亏损 甚至是给魔鬼留地步 没有了信心 没有了权柄 跌倒 所以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明白 原来 我跟神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哥里贝说 你知道你是阿爸父宝贝的孩子吗 一个孩子 他知道自己很宝贝 他就会致爱 注意听 他会致爱 他会知道健康 照顾好 他会正确地交往 他不会允许别人伤害他 现在的年轻人 现在的男女关系非常乱 可以为了自己的失忆 伤害很多的生命 很多年轻人怕失弃 失弃他的男朋友女朋友 可以妥协 或者允许对方给自己的伤害 所以现在很多的孩子 他不知道他是宝贝 所以爸爸妈妈 你一定要 让你的孩子从家中 可以感受得到 可以知道他是你的宝贝 不然 他就要从世界 去找那种肯定 最后他会跌入魔鬼的记忆 所以为什么很多未婚宣映 很多的这些同居 很多这些的色情网络 很猖狂 为什么恶者可以不断的 试探迷惑 甚至是弄乱很多的生命 甚至在美国十岁孩子 可以杀人 可以犯淫乱的罪 所以现在就真的是因为 一个孩子 他很容易轻易犯错 轻易伤害自己 轻易地放弃自己 或者不能够爱自己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很宝贝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神 他一定要让我们明白 他是我们的阿爸父 我们是他非常非常宝贝 在旧约他形容 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仁 意思说我是神眼中的同仁 你从耶稣来到这世界 就是要让这些失散的孩子 像浪子一样 有机会回到永恒的国 永恒的家 甚至回到爱我们的父的面前 不然我们只是一个 活着的属灵的孤儿 我们会被魔鬼冒充爸爸 来欺骗 我们会被世界的恶者 借着人带来的错误的关系 错误的爹的这些的选择 包括今天最大的父母 最大的影响力就是电话 多少的网络 对不对 多少的观念 现在的新一代 包括安提安哥也是 为什么他们会去 这样的一个决定 好像我有个阿姨 他会打扮美美跟一群阿姨 在那边打扮美美拍照 然后又去那边走 那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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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是说不可以旅行 为什么有这种观念 因为呢 当我们从电话 从可能你们所熟悉的 脸书 Instagram 还是种种的这些图片 就造成我们那种观念 所以今天我们 如果是要从世界的角度 或从世界的影响 带来我们的生命的肯定 这非常危险 所以为什么 恶者可以借着异端 来欺骗很多人 甚至那些宗教的势力 可以利用人的那种 要给他肯定 你如果呢 杀多少人 你身上放炸弹 有没有 然后呢 你去杀死多少人 你将来在天国 会很多女人 你知道吗 有这样的教导 为什么人会很愿意受骗 亲爱的弟兄姐妹 生的儿女们 因为不知道自己是 天父的宝贝 尤其从家中 父母亲没有带来这种的肯定 就造成这个孩子 要从事业的肯定 要有金钱来肯定 要有朋友来肯定 要有大屋子来肯定自己 要有大汽车来肯定自己 要很有能力 很有成功 很有卓业来肯定自己 最后你坦白告诉你 有一些成功人士 在外在很肯定 很出名 但是自杀了 有没有 很多明星歌星 哇 很出名 下一分跳楼 尤以真 包括基督徒 不要讲不信主的 所以一起说 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天父的宝贝 所以你要重复那边 肯定你是宝贝的孩子 不是从任何人事物先 阿们 好 来一起读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 名的名 信谁 一直说 信耶稣的名 他就吃他们全病 做什么 请问你有没有信耶稣 好 跟耶稣说 你有全病做神的儿女 看到吗 自动的 如果你拒绝耶稣 你就不是神的儿女 我们也帮不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帮助你 因为只有你自己承认耶稣 罗马书8章14章15节一起读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注意啊 都是神的儿子 意思说被圣灵引导的 所以圣灵重不重要 所以牧师可以成为见证人 我信主八年没有圣灵充满 我也不懂什么是圣灵引导 我只知道耶稣 我从来没有跟圣灵建立关系 虽然我没有被圣灵引导 所以我讲了 我不知道我很宝贝 我就要透过很多方法 来肯定自己 但是很痛苦 但是很挑战 很压力 当我们争取不到的时候 当我们输的时候 我们就非常苦恼 但是当我们在耶稣基督 被神的灵引导的呢 没有任何人输得家天 没有任何人的专事 但是你就是神的儿女 阿们 来跟你说 你就是天父的宝贝 懂吗 今天就算牧师没有称赞你 你仍然是天父的宝贝 就算父母没有顾好你 你仍然是天父的宝贝 就算老板不赏赐你 没有琵琶你 你还是天父的宝贝 当你带着这种的信心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不会自卑 你不用比 当然你也不要太骄傲 你也不要说骄傲 我们更要效法耶稣 天父的儿子 阿们 长子 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在这世界 所以这边讲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一起说 我不再是奴仆 看上来 你不要做电话的奴仆 把电话收起来 真的 我说奉耶稣的名 如果那些按电话的 主掌门看一下 给他电话收掉算了 电话是你的主人的 你是电话的奴仆的 你要承认 你要承认 然后你说 主啊 我不要再做电话的奴仆 电话不离手 如果今天电话 闲门了 这个世界变了 没有电了 没有WiFi的死了 很多人会得什么 没有电话的忧郁症 失眠症 真的 有时候我们发觉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对不对 我讲的不是年轻人 Auntie 叔叔都是 有时候看到Auntie 又在按那个了 这么一按这个 人家在开会 按什么那个影片 在我旁边 很搞笑 你们在讲话 他在按影片 跟你别人讲话 按影片 so young 跟你们说 手不要痒 如果你隔壁 真的是有按电话 你跟他讲 拜托 我给他收起来 为了爱他 对不对 所以父母亲 有时候 真的有父母亲 来跟牧师 承认 我的孩子 没有电话 不可以跟我吵架 多少年轻人 你为了电话 跟父母吵架的 你要悔改 你为了电话 跟人家吵架 纷争 你真的是要悔改 电话是你的神 真的 这是牧师爱心 爱心的纠正 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真的 我告诉你 我的大嫂的家 也是一样 我大个家 真的 我看到 他们可以为了一个电话 电脑 然后在那边 争论 争论 真的是给二者留地步 所以今天 有很多人 当我玩 当我玩 当我为了玩游戏 吵架 跟你们说 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人 这些年轻人 都不是电话的奴隶 阿们 然后跟你们说 你也不是任何人的奴隶 15节讲 你们所受的 一起说 不是奴仆的心 为什么 会害怕 如果什么 一起说 我是儿子的心 所以就不一样 一起说 阿爸父 看到吗 所以如果你觉得 很难叫阿爸父 是不是你里面 没有儿子的心 你还是在奴仆的心 有可能 牧师信主八年 倒是奴仆 我不会叫阿爸父 我更不知道 我是宝贝 所以我一直要争取 我要的 来证明我很 证明我很厉害 你知道吗 但是到头来 其实心中 是很压力的 心中是很空虚的 好 一起说 我不要有奴仆的心了 我们来看这件事情 所以就要给你揭晓答案 为什么 我们不知道 这其实是宝贝 为什么我们信主 很多年的 包括可能我们是领袖了 我们仍然好像 有奴仆的心 比如 我们会害怕 我们仍然有一些害怕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对比是什么 好 我们先解释 心和灵 通常你看到圣经 讲的心和灵 它的原文就是什么 一起说 Spring 讲一次英文 Spring 所以华文 通常我们会讲 心和心灵 但是在圣经 这个英文圣经 都是讲Spring OK 它是指什么 一起说我们的灵 我们的灵 记住 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灵 通常就是我们的 Spring 这个灵 就是什么 注意 掌控思想 意思说掌控思想 意念 所以有些人 怎么会这样想 他的 Spring 影响他的思想 看到吗 他的情绪 为什么是这样 他的Spring 他的灵 影响他的怒气 影响他的消极 影响他讲消极的话 影响他幅间放弃 幅间逃跑 像以利亚有没有 幅间听到人 追杀 逃跑 谁又死 这些什么 灵里面 影响了他的情绪 然后呢 成为他形式为人的中期 所以他为什么 会做这个决定 他的Spring 所以你懂 邪灵 也是灵 有没有 他就会在人的心灵上 思维上 做搅扰 所以如果你去找算命的 我告诉你 那个灵 可以成为你的 思维 意念 情绪的 形式为人的影响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会被邪灵欺骗 我那天讲过 25岁年轻人 被邪灵 透过Game 玩玩玩玩 到最后跟他爱上了 最后那个Game 告诉他 那个人 电话里面 那个灵 灵界的邪灵 就告诉他 你去引顶 跳楼自杀 才25岁 从银顶的 石峰 多少楼 跳下来 死掉了 好好的一个人 所以 跟随便说 要好好保守 你的心灵 所以为什么 你要让神的话 喂呀 你要来敬拜神 没有别的人 可以满足你的心灵的 你今天吃大餐 最多什么 上厕所多一点 花钱多一点 但是什么 你的心还是空虚 有没有 你可以走很多地方 看很多东西 但是你的心 没有被神的爱 没有被神的化 没有被神的灵 来喂养 来满足 你仍然是觉得 不开心 你没有开心 懂吗 如果今天我们敬拜赞美 我们没有好好的投入 其实你会发觉 你仍然是觉得不满足 好 我们来知道 什么是奴仆的心 奴仆的心就是什么 意思是说 没有爱 用人有没有觉得 哇 没人很爱我很少的 OK 你家中如果用人 他不会跟你讲 哎哟 我爱你哦 我要用你洗衣服 我不会的啦 没有那种爱 然后也不大健康 也没有正确的关系 也就是什么 肯定 注意啊 奴仆的心的一个 神的儿女 他没有办法 成就父的旨意 他一直只是活在 自己的生命 自己要的世界 甚至捆绑走不出来 没有自由 很多的惧怕 怕这个怕那个 怕这个怕那个 很多的怕 怕死 怕没有钱 怕服事 怕穿福音 怕人 怕挑战 怕工作 太难就不要 什么都不要 怕 你会怕 混乱 很乱 他一下子跟你讲 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不肯定 为什么 他里面有奴仆的心 注意哦 不是他没有学习 不是他没有读书的机会 也不是他可能从小没有被肯定 最重要是什么 他里面有奴仆的心 没有安全感 就算他很有钱还是没有安全感 就算他很有成就还是没有安全感 容易纷争 不饶恕 没有办法释怀 因为他的惧怕 他奴仆的心会影响他 跟人的关系 没有办法选择彼此相爱 很难合一 很难跟人家配搭 很难合作 有没有 很容易就起冲突 不稳定成长 所以为什么说这样的人 肯定没有办法去成就父的旨意 然后我们来看下来 所以一样福音八章三十五节 耶稣更强调这件事情 一个奴仆的心 一个奴仆的心的儿女 他说什么 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 我再讲一次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所以亲爱的 神的儿女们 我们要很小心 如果我们是活在奴仆的心 这边耶稣说什么 他没有办法委身于神 这个家可以代表两个 一个是跟神的关系 一个是可以说是属灵的家 所以他没有办法 真正的住在这个家的 也就是他的 这个焦点会动摇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 完全的信靠神 他讲他要信耶稣 但是他还在信其他的 他要靠耶稣 但是还是在偷偷靠别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委身 也没有办法委身神的家 神是很容易到处找家 到处找方法 到处找肯定这样的人 然后他可以一直换女朋友的 他可以去换工作的 他可以很难去忠心到底的 然后这边想问 儿女才能够永远住在神的家 真正委身 而且享受着儿女的身份 一起说 我有儿女的名分和权利 你会成为一个很享受的孩子 而不是因为怕 看到吗 然后我们的关系是 可以彼此相爱的 所以Glickabit的 我们虽然冲突 还是可以彼此相爱 真的 如果今天我们很容易 关系的纠结或者冲突 我们就很难爱 我们可能就是奴仆的心 稳定的成长 同心建立神的家 好 一起说 我不要做奴仆的儿女 最直接例子 离家出走的小儿子 就是奴仆的心 为什么 他爱自己所要的私欲 他说什么 父啊 分家产 他不理会 这是咒诅爸爸 快点死 你知道吗 当时文化 如果爸爸还健在你拿家产 你等待该报告是爸爸 你死 所以这个爸爸还是给他 然后呢 虽然在家中有大儿子 但是 一起说 人在心不在 问你哥别 你人在这里 心有没有在这里 你耳朵在听到 你的心有没有在领受 常常为什么要好好投入敬拜赞美 还没有来机会前就祷告 今天抓我要领受 不然呢你常常会成为一个什么 故宫 宗教徒 这里都没有故宫和宗教徒 所有服事的弟兄姐妹都是爱主而服事 这是非常棒的生命 如果今天我们像大儿子 我们是因为有奴仆的心 所以大奴仆的心是什么 为什么弟弟可以得到这样的祝福 为什么爸爸你从来没有给我这个祝福 很容易妒忌 很容易比较 很容易不满 所以在神的家绝对不要比较 绝对不可以妒忌来妒忌去 因为那是代表什么 额奴仆的心 因为你怕 你怕不被肯定吗 你怕失气吗 你怕人家不认识你吗 我告诉你 当你真正的有儿子的心 天父知道 他会把你提升起来 所以你要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 不要再做一个奴仆的心 不要再好像一个宗教徒 所以你会尽心尽心尽力 因为你知道我是要爱我的神 我要投入敬拜赞美 我爱我的神 我要把时间管理好 准时来教会聚会 真的 如果今天你真的以孩子的身份来到教会 以孩子的身份来侍奉神 你真的是绝对是家中的好管家 你绝对家中的好领袖 你很快就成为牧师了 阿们 真实的 我告诉你很多 很多人要起来侍奉 没有错 非常好 但是 如果没有成为孩子 这个侍奉是不长久的 是经不起考验的 所以今天不在于你装备多少 如果你不知道你是孩子 你的学习将会被震动的 所以耶稣 神的话 保罗说什么 末日子有火的试验会来的 他要震动 让基督徒 到底你是真儿子 还是 给 基督徒说你不要做给 真的 孩子是吗 打死我 我都不要离开 懂吗 我无论多大年龄 变成什么事情 我就是要服侍我的神 我就是要忠心做上帝的好管家 因为我的爸爸爱我 我爱他 我是他孩子 所以这两个孩子 在圣经的比喻都有奴仆的心 好 来我们来看 一起说 我要儿子的心 儿子的心很容易 阿巴夫 来讲一次来 阿巴夫啊 再一次 阿巴夫啊 哇 再来越来越喜乐 有没有 我告诉你真的你觉得你很 很没有父的那种的肯定 很没安全感的 或者你还是一些小小惧怕 你真的常常 父啊 阿巴夫啊 当你不知道怎么祷告 阿巴夫啊 你里面开始 圣灵就开始让你得安慰了 阿们 当你静下来 不知道怎么讲 很多问题发生很累的时候 阿巴夫啊 我告诉你 阿巴的心意 在你里面 圣灵会开始 抑制你 阿们 所以跟你们说 你要常常 呼叫阿巴夫 这样的一个儿子的心 非常非常好 非常的健康 和正切的关系 这就是神要的 今天晚上 神要你这样的关系 你不要把以前的宗教 带来基督教 No 以前宗教 什么 不灵走开 不灵走了 拜拜 丢掉 不然就找别的庙 但是还是很奇怪 很多问题 对不对 然后正常 一直说有感情的 所以要发自内心 一起说 阿巴夫啊 你在追求那个女朋友 喵喵喵啊 然后叫你个阿巴夫 阿巴夫 阿巴夫 你要超面感情 我告诉你 你先会把你的 爱的情绪 向这位真神表露 当你是这样的时候 你跟人就会 发自内心表露 真实的 以前牧师是不大会 跟人表达太多 心里的话 因为我怕人 我担心他不接受 我会怕他拒绝 你知道吗 所以我不会 从内心讲真心话 我只会讲表面话 不敢得罪人 又怕别人看不起 又有着自卑感做 所以那种想法 那是感谢主 当我开始在耶稣里 被圣灵充满 圣灵引导我 跟神清新吐一 阿巴夫啊 然后会讲心里的话 我好喜乐啊 我好难过啊 哎哟 那个 那个 挨打 整天这样这样这样 我们会 好像清新吐一 我讲什么 哎呀 很感谢主啊 哇 这些热灵宝贝很可爱啊 有没有 哎哟 这些同工啊 好可爱啊 真的 我以前不会的 以前 不会讲太多 这边讲什么 才能够什么 一直说成就父的旨意 好 这样的人呢 你看到儿子的灵 是不是你 看你有没有这个成分 好不好 一直说充满爱 然后有安全感 看到吗 然后有信心 有自由 自动自发 能够爱父所爱的 能够稳定成长 能够伟生于神的家 伟生于神 然后彼此相爱 带来和睦 带来这种好的关系 同心合一 只要他在的地方 都能跟他合一 教会合一 家人合一 跟职场人合一的 这些全部代表什么 有儿子的心 阿们 来一起说 阿爸父 好 我解释 阿爸 他是西兰文 亚兰文 就是西兰文 亚兰文 对不起 然后他是什么 一个亲切的小孩 跟爸爸说什么 的一个称呼 看到吗 一说 我是亲切的小孩 就说他有领受到 爸爸的一个爱 爸爸的肯定 然后他回应说 阿爸 所以你如果听 以色列人 他们有 阿爸 带来真正的顺服 来一起说 这是最大的动力 所以亲爱的弟弟 真的神 而你们 不能只是依赖 主长 依赖牧者 依赖弟兄姐妹 整天要叫你读经祷告 我告诉你 有一天他不在了 你就不读经祷告了 有一天 你的主长 还是牧者不在了 你就是一个 过名基督徒吗 不是 所以耶稣他曾经在 克斯尼玛尼的祷告 他说什么 阿爸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将这杯撤去 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 只要从你意思 连耶稣都要什么 阿爸父 耶稣在最痛苦 最难受 要上十架之前 不容易 他都说 阿爸父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很不容易的时候 当你能够 你知道你要进入 这个环境的问题 但是你知道 顺服神不容易的时候 你说阿爸父啊 再加上一句 你的旨意来成就 你会真的看到 神讲的动工 来 一起说 我要有阿爸父的心意 好 今天我用四个最后 跟你讲 你领受阿爸父 对你的心意很重要 你不要把这个神 当真实是一个宗教的神 一个有需要才找他的神 或者是你做错事 你觉得不配跟他祷告 你就没有祷告 所以今天你要重新认识 这个神 你说我的神是赐福我的阿爸父 好 我们从浪子故事可以知道 小儿子跟爸爸说 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 怎么 分给我 一起读 他父亲就把产业 有没有分给他 有 分给他 过了不多几日 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 说实际上言万放弃 在那里怎样 一起说 任意放荡 浪费资财 然后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又一到那地方 大昭饥荒 就贫困穷苦起来 意思说 祸不单行 注意听 从这边我要告诉大家 很重要的 父的心意是什么 注意 父永远 阿爸父永远有无限的祝福 意思说 无限的祝福 以佛所述说 天上各样的福 属灵的福 从今时子到永远的福 包括这世上一切的财富的福 他都要给我们 你相信 叫阿们 所以你不是苦苦哀求 哎呀 怎样 不是 你只是一个 而你的身份来知情 你看这个不配的儿子 小儿子 他是这样的不孝 跟爸爸拿产业 爸爸都很乐意给 没有逼迫他 没有责备他 没有把他赶走 甘心乐意给出来 这证明一件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不配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不好的时候 当你仍然愿意呼叫 阿爸父啊 这位神仍然会顾念 他不会计算你曾经做错多少事 然后来用这样的方法来苦待你 责罚你 没有 来一起说 我们的天父最慷慨 最不计较 所以注意听 刚才我们读到前面 这个浪子可以拿的钱 意思说 有钱很好 天父给你 没关系的 你要给你 真的罗马书说 任凭你 你要去吧 你要做这件事去吧 我们的神 他不像人 他有说知道 给你去创墙会比较好 给你去经历更好 所以父母亲不要坐太紧 我们做牧者领袖 也不要坐太紧 坦白说 牧师也拿念学习 要怎样的 有时候该放就放 当然不是放弃的放 是什么 让他去经历 让他去经历 所以这样说 当这个儿子不听话 一定要拿财富 一定要拿钱 最后你发现什么 所有身上所谓的财富 全部都不见了 所以注意听 注意听 你要的任何的一切 天父愿意给你 只要不会害你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 用在造神的旨意的事情 造神的旨意去应用 造神的旨意去经营的 一定流失 以前我的大哥 他很努力 他信主了 他最早信耶稣 很努力做工赚钱 然后跟人家经营事业 破产两次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造父的旨意来经营 因为他没有造父的旨意来经营 我跟他做工 我知道的早期 我还没有做同工之前 不合法的 贿赂的 没有造政府 讲的那个 去做事的 所以现在就要记住一件事情 神绝对是要赐福你财富 赐福你的生活 赐福你的健康 赐福你的一切的一切 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父 没有个爸爸不要讹你好的 但是如果我们离了父的旨意 我们不明白父的旨意 我们出心大意 我们就像小儿子这样 你永远的一切 有一天 仍然是落空的 所以所罗门就是一个证据 他已经有了智慧 有了财富 但是很可惜 他没有持续的敬畏上帝 他娶了外邦女子 拜偶像 最后江山南宝 害到以色列国分裂 过后再也没有好的一个生活了 以色列就开始很多很多的战争 很多的被掳 很多的折磨到今天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离了主不能做什么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明白父的旨意 你需要好好明白神的话 你需要来寻求神 你要是要跟神的儿女们 有好好的建立 跟领袖母者好的关系的建立 好使你有正切的被教导 阿们 跟你们说 你一定要明白父的旨意 第二件事情 阿爸父的心 一直说 永远要来拯救犯错的儿女 真的 我们看到浪子的爸爸 来 我们看下来 这个浪子怎样 一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 那人打发他去田里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莢充饥 也没有人给他 一直说 好惨啊 连猪都不如 猪还有东西吃 要抢猪的东西吃 你想一下 人真的不能离开这个真神的 不能够违背神的心意在行事了 所以呢 最终 第17节说什么 你说他醒过来了 所以古尼哥比尔 你要常常醒悟 知道吗 有时候神通过一些事情破碎你 你要醒悟啦 神通过聚会 牧者讲到神的话 再纠正你 更新你 责备 你要醒悟啦 有时候经历一些的苦难 是神允许他 让你醒悟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再执迷不悔 所以最后这个浪子怎样呢 他说什么 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也 我要倒在这里饿死 一起说 看清楚了 所以哥比尔会说 你要常常看清楚 他终于知道了 我真是傻子啊 我爸爸这么有钱 我倒在这边受苦 抢猪吃的豆渣子 哥比尔会说 我们要聪明一点 所以他怎样 他就起来了 一起说要行动 到爸爸那边去 然后呢 我们看下来就不多了 一起说 我们的生命呢 注意听啊 刚才我们看见什么 浪子跟猪在一起 而且抢猪出的事物 可以讲什么 比猪更可怜 注意听 上帝创造人 我们一家都是 人 在耶稣里我们是 在耶稣里一家都是 乐灵主 我们把这个改过来 为什么 但是很多人 真的 不是很尊贵的人 不是很宝贝的人 是很被魔鬼 借着人数 践踏的生命 所以你懂吗 人 在这世界 你想一下 包括曾经的我们 是没有真正的 好像价值 有没有 所以当一个人离了真神 不明白父的旨意 也只活在罪中之热 不要走出来 也不要悔改 归向神的 他的生命在罪恶中 会被贬值啊 会被践踏的 你懂 撒到魔鬼很开心 上帝说 造的人给我践踏啊 给我利用啊 还要杀害很多人 他更高兴 你懂魔鬼的诡计吗 他要人纷争 他要人不能够得胜 他要人不能够活出 上帝美好的价值 当人没有办法 有生命的价值 他没有办法 成为主的见证人 所以上帝 借着独生爱子 来到这世界 要恢复神的 而你们的身份 阿们 所以跟你们说 你是很有价值的 跟他说 你可以得胜罪恶的 不要被罪恶挟 所以基督徒不应该一直活在罪恶 心中的罪 苦毒不能的 基督徒不能放不下的 一起说选择悔改 神的恩典够用 所以他最后没有回家 一直说 醒悟了才会回头 所以跟你们说 你要尝尝神魔 第三个 一直说 我有永远爱我和家 我的天父爸爸 知道吗 所以今天如果有人得罪你 没关系的 原谅他 来看这边 这浪子怎样 起来了过后 就到哪里去了 回家啦 一直说回家啦 然后你看到这一幕 我们感情有机会 再演出来 他回到爸爸的家的时候 爸爸怎样 远远看见 动了慈心 谁先跑唱前 爸爸 看到吗 永远是神先要来感动 你知道吗 永远是神的 你们要主动去把人带来 而不是等他自己悔改 很难的 所以这个爸爸 亲自跑到儿子的面前 然后怎样 抱他 kiss他 当然在有太人的 这个传统 他们是轻嘴 今天你不要抱 然后轻嘴 不要这样 感谢主 等一下会 啪啪 在犹太人或者洋人 你懂 但是我们不是洋人 不要 有一次真的有一个印度牧师来 他比较洋派的 你看他抱住很紧 没关系 给他抱一下 他是我弟弟来的 比我小 但是他是很很胜的 我的弟弟来的 感谢主 所以这儿子说什么 父亲 看到吗 不一样了 一起说不一样了 所以注意听 一个真正醒悟 悔改的人 讲话都不一样 他说 父亲啊 我得罪天 得罪你了 从此我不配做你的儿子 在以前呢 要离家之前 给我钱 给我钱 就说 老不死了 你去死给我钱 这样了 现在的 父啊 我得罪你了 我得罪天 一起说 千杯了 拜托亲爱的天父宝贝 不要等到很严重了 不要这样 跟你说 你现在很好 你不要等到有问题 才来求救 知道吗 要乖乖的 生姻姻 看一下是谁的车 顶住了 救大哥了 快点 出亲怎样 来人啊 用人啊 来呀 把他的袍子给他穿上 然后呢 戴上戒指 穿鞋子 知道没有 一起说 恢复身份 哇 感谢主 所以今天 没有一个人 可以可能 完全的接纳你 如果你得罪他 有没有 但是这位 爱我们的天父 在这个的 浪子灰的比喻里面 耶稣告诉我们 无论我们曾经 多烂 多坏 多悲逆 多不好 天父 如同圣经 这个比喻 就好像 这个爸爸这样 他在等你 他在等你的 心回头 所以你看到什么呢 意思说 天父永远 不会拒绝我们 所以你不要 因为人拒绝 就受伤难过 你要看见 这位天父 不拒绝你 你可以爱他 炎仰他 所以天父 不会计较 我们的过期 所以古尼克比特 天父 不会计较 你的不好过去 他对你有 前面美好的一切 阿们 所以一起说 忘记背后 留你面前 来 最后一个 一起说 天父的 都是我的 他愿意 把一切 都给你 所以一起说 父的孩子 就要知道 父的事 父的事 就是孩子的事 现在就学没 当 小儿子回来的时候 父亲恢复 他的身份 有没有 然后 杀了 最 最好的 所谓的牛犊 然后 开派 有一个人 不开心 是谁 大儿子 大儿子 他虽然一直在爸爸旁边 他也没有离家出走 像浪子 但是他一点都没有 父的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来教会 这么多年了 你有没有 神的心意 在神的家 你信者 这么多年了 你有没有 愿意回应 父的心意 因为照神的话 去回应他 无论在任何方面 所以 我们看到 圣经讲什么 他就 爸爸就劝 这个儿子 大儿子 因为他很生气 爸爸有没有骂他 没有 爸爸就跟他说 儿啊 你看到吗 不讲理了 孩子还有个儿啊 如果是你是爸爸妈妈 你的儿子不讲理 你也怎样 你也怎样 要死啊 还儿哦 所以你看我们的神的那个心胸 这是代表我们父的爱 你知道吗 我们多不好 多不听话 哇 多悲逆哦 多以为自以为是骄傲哦 他还讲 儿啊 不是那个在水上游的那个儿 咔咔咔咔咔咔 那天我去谁的家有鹅 有养鹅哦 谁啊 阿红姐妹哦 我从来没来过 看过人家宠物是鹅的 他的宠物是鹅 然后我以为是假的 我就看一下 他的鹅 哇 起来又吓到我了 我鹅很凶 而且会咬人的 听说 要不要给他咬一下 要的话去阿红的家 然后他讲什么 只是这个弟兄弟 他还跟他们说 你我是兄弟姐妹 如果今天 今天 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幸福是病主 其实都是天父的儿女 只是有一些是浪子 有一些是迷失的儿子 有一些是过敏孩子 有一些是软弱的孩子 所以今天其实 神的儿女们 我们可以合一 当你看他们 同样是天父的宝贝 你不要说 他比我肥 比我瘦 比我有钱 比我没有钱 你一直在看他的这个外在 你没有办法爱 尤其当他不可爱 我们怎样去 造就人 很难的 所以今天你去传福音 当我们要去派礼包 你看前面很多礼包 有没有 你要看他是什么 天父的宝贝 你会敢抱他 当然不要亲吻他 你可以拍拍肩膀 你可以为他祷告 你可以愿意为他多走一礼物 像那天我们可爱的 夜地同工 跟她立环他们 他们去办一个老婆婆 整理家里很多的 她拍照给我们看 我过后跟他 我很怜悯 夜地 我说夜地你可以吗 你一个这样的女子 她要去帮助这个阿婆 这么多垃圾 这么多重重东西 你要找弟兄们 弟兄们在哪里 他说没有人 所以亲爱的上帝的宝贝们 一起说 我们要顾念其他的兄弟 不然最难过的就是阿爸 所以当时候这个爸爸 其实应该很难过 大儿子 你没有看到他是死里复活 你还要排斥他 还要责备他吗 所以今天我们要像 这个的爸爸一样 看孩子们就是什么 宝贝 好 敬拜同可以上来了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我刚才已经教你们了 什么是奴仆的心 跟儿子的心 绝对不一样的一个的身份的认知 生命的态度 行事为人的态度 真的不一样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接受 一定要认定 你就是天父的宝贝 所以当你能够领受到 父这样的一个 对你的爱的心意 刚才我们讲四方面 有没有 他是这么的接纳 他是这么的来接纳你 不再纪念你的过犯 你何必在定自己的罪 或者还在定别人的罪呢 如果你以神的心意 来看待儿女 你就不一样了 包括什么 今天你需要的一切 其实他都知道 所以其实很多弟兄姐妹 很多神儿女们 我们最需要的 其实不是很多的 你需要重新有什么 认知 意思说 我的父何等爱我 阿爸父何等爱我 何等肯定 以致你可以再次勇敢 再次站起来 不会跌倒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 问题很大 我没办法 我的父母 我的家庭 我的老板 我教会 我们会怪别人 因为你是一个奴仆的心 你仍旧害怕 仍然没有把握 你不要靠自己的一切 来肯定你自己 你会很累的 你也不要要人家肯定你 你要从神得肯定 所以亲爱的 阿爸父对儿女的大爱 和伟生 就是什么 你看到吗 这个浪子的爸爸 多么伟生 对小儿子也好 对大儿子 这就是神 我们能够成就父子一的最大的力量来演 你问牧师 最大的力量就是从神的爱来 因为我们要带领服事教导 是吃力的 是要付代价的 是不简单的 但是 有父来的爱的力量 圣灵使我们领受到这样的爱的力量 我们绝对可以不放弃 绝对可以持守 绝对可以继续的成为家中的好父母 成为神国度家中的好儿女 包括牧者领袖 释奉领袁 能够成为一个 有父的一个的心胸 有父的爱的一个的牧羊人 而不是只是一个 尽责任的一个侍奉人员 一起说 父的家就是我的家 父的事就是我的事 当你看到地上有个垃圾 你不要说是业地的事 你在厕所看见 脚变很臭 味道很臭 你不要说业地的事 你可以自己洗 因为你是孩子 如果你把自己当成只是一个会友 一个的侍奉人员 你会斤斤计较 为什么要叫我 我只是招待员 我不是那个组长 不要叫我 为什么叫在人 叫阿南娜 他很厉害吗 他很有空 我们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女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 好使我们这一生 包括我们个人生的教会 能够成就父的旨意 就是什么 意思说保守与父的正切关系 如果今天我们服侍也好 我们走神的道路 我们要蒙福 其实我们要保守的不是这些 我们要保守是你跟这个父的关系 我们是不是他的儿女 意思说我要像耶稣一样 你看到耶稣他完全的爱和顺服天赋 在克西玛尼演 所以最后他可以成就 关乎我们最伟大最重要的救赎 所以今天你要成为神 使用能够带来成为神的 这个旨意的一个美意的一个人 真的你要效法这位耶稣 所以耶稣怎样 在克西玛尼演 他一次的说 父啊若可以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不要照我的意思 照你的意思 第二次再祷告 这杯若不离开我 我不要喝 因为你的旨意成全 第三次重复 你看耶稣也有他的挣扎的 但是最终 耶稣有没有完全的顺服 有的 是因为责任吗 是因为没办法吗 已经演一半戏了 不演下去就没有戏好看了 是吗 我已经跟随神 如果不跟随不可以 我已经侍奉神 没有侍奉不好 包括我们做牧者领袖的 我已经服侍神了 如果不侍奉很丢脸 是这样吗 不是 耶稣他最终怎样 他可以讲这句话 父啊 愿你的旨意成就 你看到吗 在最后一刻 在十字架上 他怎样呢 他仍然拯救左边右边的罪人 一个愿意 一个不愿意 这代表什么 以菲利比书说的 一起说 耶稣自己卑微的 存心顺服的 这就是完成父的旨意 非常重要的 一个的爱 带出的生命 一起说 我们是可以被提升的 跟你们说 天父会赏赐你 天父会供应你 他知道你是真儿子 他知道你是真孩子 他会以他自己成为你的宝藏 他会以他自己来成为你的供应 所以耶稣曾经讲过 你不要忧虑 吃的 住的 穿的 他说什么 你先求我的国 我的义 你所需要的 我不只给你 还要加给你 所以亲爱的 教育学们 如果你是儿子 你就会不忧虑 你知道他会供应 你就会赶赶地相信神 好像那天牧师 从吉隆坡回来 我昨天有讲 一个礼拜前 我的其实已经 已经一个月了 算是一个月 从中国回来 这个洗衣机就坏了 不能全自动 要自己躺 然后很奇妙的 一个礼拜前 仍然是不可以的 但我从吉隆坡回来 回到家洗衣机的时候 真的 100%完全 完少无损 完全可以操作 我就说 神啊 谢谢你医治 我的洗衣机 然后昨天我在 祷告的时候 在冲凉房 我就看到我的那个 冲凉的那个 热水器 如果呢 慧恩知道 一些人知道 在去年 我的热水器 算了 电跳跳跳 对吗 你们知道吗 然后有一些人讲 牧师不要紧我们 帮助你 有一些金钱的祝福 你去买 然后一伙大哥 要来装 有没有 然后犯件很奇妙的 我就说 我今天祷告 祷告了过后呢 我跟他们讲 不用了 好了 没有缩了 本来缩了很久了 也是等等 不要随便就丢掉 这样 又好了 好了 现在一年多 都没有缩了 还有很奇妙的 那天空 结尾绷回来 牧师的这个 iPad的笔 iPad的笔 真的不见了 两个多礼拜 我跟他们讲 又不见了 不见了 在谁的车帮我踩 又没有 那天我从基督帮回来 我每一次都会坐在那个按摩椅 按摩睡觉之前 然后呢 那天我照样做 每一次做都没有的 那天要做的时候 突然间 这么屁股有个东西的 原来是这支笔 哇 我跳起来的 我说 哇 神啊 你真的很奇妙 我本来还打算快快去买 要再订 因为这个不便宜的 二十多块的 不是那种小小的 所以亲爱的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神要把他的一切都给你 一个爱我们的天父 巴不得你是丰盛的 巴不得你是很健康的 阿们 所以耶稣 他被升为至高 因为他成就了 父的旨意 他成为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天上地下全病的 都要顺服耶稣 这也是要给我们的 一起说 我可以被大大提升和扩张 而且耶稣用有一切 得胜的能力和全病 成为最有能力的主耶稣 荣耀父的名 一起说 我一生要荣耀父的名 阿爸们站起来 哈利路亚 使我们宣告 他就是我们的阿爸父 阿们 哈利路亚 谢谢你主 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从我心深处 求你明知 打开心门 领受你的爱 祂是最爱你的 阿爸父 阿爸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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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心深处呼求你 恩赐 高举双手 使得 领受 领受的大 你是最爱我的阿爸 再再次的愿定阿爸阿爸 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从我心深处呼求你 恩赐 高举双手 你说你应许阿爸天父 我真爱你 是多少人你需要有儿子的这种的心意 在你里面 你真不知道你是天父的孩子 每个人都闭上眼睛 已经信主很久 或者刚信主的 你真不知道原来他是阿爸父 你是他的宝贝孩子 我们要为你祷告 第二种人就是 你信主很久 你也知道你是孩子 但是可能你就好像大儿子 你有在神的家 可能你有服侍 但是你仍然是有奴隶的心 你很容易 失落 惧怕 甚至有时候挫着来就想放弃 而且没有办法走下去的 疲累了 或者有一些人 你已经服侍很久 你很愿意 今天你说父啊我要好好的 真的成就你的旨意 因为神在这个世代 包括这个季节 我相信他要提升你 他要提升他的教会 当我们真的就是一个真的孩子的心 来回应他的话 来疲齿的服侍 造就 好不好 如果你是我所讲的这两种人 三种人 你可以举起手 我们一起来祷告 是的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你让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 圣灵啊 充满这样的弟兄姐妹 他让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孩子的 求你再一次 用你的爱来充满来充满 充满 领受领受儿子的领在你里面 Kuriyarabababashede 哦 你是孩子 你永远是宝贝 你永远是天父宝贝 不管你做的好不好 不管你人生有成功不成功 你是天父的宝贝 你要像这个被恢复身份的浪子一样 你是神有形象的孩子 哦 啦啦啦啦啦 熟去你的自卑 出去你的小心 哦 巴巴巴巴巴 神之那些已经是儿你的 你认定的 今天他要使你真正的能够成为 成就父子一的儿女 成就父子一的儿女 哈零顾啦 开口来祷告 是的 弗啊 我们要成就你而 splitting自己的儿女 活在正我们自己的意识 克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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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出一个神儿子的心的一个生命 神要托付我们 神要使用你 哈利亚 哈利亚拉伯 好不好音乐弹着一分钟 你要默想 今天最后你要默想 默想 你就是天父的宝贝 好好把这个事情想在你心中 今天过后 无论你一早起来 睡觉之前 再驾着车 再安静自己 尤其在任何的挑战困难中 你要想到 阿爸父啊 我愿你的旨意成就 阿爸父啊 我是你的孩子 宝贝 我就是要成就你的旨意 像耶稣一样 放心 他会加你一切的恩典力量 你将要 彰显父的荣耀 好好安静自己想一下 在你的 十字路口 你决定的是父的旨意 他会站在你这边 他会供应你 他会帮助你 好好地安静自己想 包括全体的侍奉的念 包括全体的领袖 你要有儿子的心的 一个的服饰 才是能够持久的 才是能够忠心到底的 才是可以委身到底 不怕困难挑战 包括在所有的关系里面 能够持久 能够不轻易地放弃 不宜活在受伤 苦毒 因为我们都是孩子 所以不要再靠自己 父阿玛 所有你的宝贝 包括我自己 恭敬交给你 阿爸父谢谢你 让我们心中 今天回应你 像耶稣一样 我们要成为 完成 你的旨意的儿女 在我们今年也好 在我们每一件事情 我们都愿意照你的话 来成就 愿意赐福弟兄姐妹 赐福你的宝贝 他们为了在家庭的事情 人际关系 在职场 在服侍 在各行各业的 在每一个领域 从今天开始 我们都会说 阿爸父阿 孩子愿成就 你的旨意 感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好不好鼓励各别的说 天天说 阿爸父阿 鼓励他 你是成就父子一的 宝贝孩子 我们在 你这么多的